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忘了你在百勒门说过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 我来养你啊 你挠我 你 别动 别跑 这个谭旋梨 还真是没笑没骚 她是想告诉我们 因为慕婉卿 她和徐家名面上的那点体面 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 对付喜伯君 她是我们最好的盟友 我在想 这徐伯君 派徐远代为出庭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高等审判厅既然决定重审 她如果拒绝出庭 岂不是不打自招 她自己不来派个副官来 就算输了官司 也没有性命之忧啊 对 你说得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 她为什么要派徐远来 慢点 没事 徐伯君不管给裴勋 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都不如她自己倒台 对裴家更有利 裴勋之所以跟她暗中接触 不过是为了给我施加压力 逼我让出更大的利益出来 你就这么有自信 你想啊 裴少君现在连门都出不去 如果裴勋不想让她知道 她哪儿来的消息 还有 徐伯君和裴勋 一起去参加沐家的舞会 不就是为了仇君祥吗 也是啊 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准备去找廖先生 通过使馆的关系 在国外的报纸上 刊登徐伯君就案重申 把消息放出去 造成语伦压力 逼裴勋开庭 不行 你这么和她硬碰硬 万一把她逼急了 她就算扳倒了徐伯君 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 既然她要的是军饷 那咱们就给她军饷 她就算看在钱的面子上 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 安晴 这不是小数目 不怕 我付得起 你付 你忘了你在百勒门说过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 我来养你啊 你这样我就真常吃软饭的了 再说 穆伯父能同意吗 现在的穆家我说了算 而且这一次官司 我们肯定会和徐伯君 彻底撕破脸 如果能用钱买来培训 对穆家的支持 倒也不亏啊